大家好,继续来讲阿拉在太阳旗下 今天已经讲到第五回了 阿珍与男人的情变 再说一下,这个是2001年的作品 这个是20多年前了 所以历史背景跟现在是有些不同 在上次的阿珍的男人的那一章节里 讲到阿珍的男人,头一天来到日本 老婆阿珍就为了养家而止故自己去上班 而把男人无情地一个人留在了家里 男人饿得肚子做了个金钱美女们 醒过来发现是隔壁有人在行房事 受到情绪的感染,自己的水枪也走了火 便抢用了隔壁厕所的便利 蹲在厕所里,又顺便生产了一条超级国产大黄瓜 那个以后啊,这个上次就讲了啊 至于这个美国人,这个George跟阿珍的男人 发生了一场没有语言 只有声音和体态的国际争端 加上这个房东老太太,又把阿珍男人穿了不到三年的意大利名鞋 他说是不到三年啊,但是谁知道呢 看上去很旧了啊,便是在误会上火上加了油 君子不跟小人斗,我男子汉大战夫 懒得跟你们啰嗦,等我的女人阿珍回来再找你们上帐 阿珍的男人当时愤愤地说 等到阿珍下班回来,都是发生的一切 不断不算账,反而是低头好要陪不试 男人当然很懊恼 龙卓沙要跟你俩道歉,反正阿拉马上就要搬掉了呀 不过,阿珍男人至那以后 再也没有在厕所制造过黄瓜里的事件 除了可能在觉悟上有所提高外 主要是基本上没有再利用厕所的必要 就是偶然关顾,也只是稀稀拉拉一点点 不足以成为黄瓜的形状 其理由,请九哥简单描述 阿珍的男人 头一天在日本的晚上,阿珍上班回来后 已经很晚了 得知男人因不过用鲁维不炉 所以没有吃晚饭 便草草做了个泡饭 这个上海人的传统特色 就是用茶泡饭,吃了就睡着了 第二天,一大早,阿珍八点钟就起来了 又匆匆忙忙去上学 只留给男人一碗冷饭 一点榨菜和一杯牛奶 男人十点钟才起来 又不能肯定那牛奶烧过没有烧过 他有喝生牛奶,那肚子的爱好 但又不会用微波炉 煤气也不敢乱动 又只好吃了碗冷饭 等到中午,好不容易把老婆等回来 阿珍又喊太困,泡了两个方便面 倒头就睡了 阿珍的男人,眼睁睁的 直看到下午四点钟 他这是第一次欣赏老婆的睡相 原来他睡觉也流口水 他甚至想要拍张照片 留作证据 如果他手里有照相机的话 阿珍男人实在忍不住肚子饿 故意不小心地 小心地踩了阿珍的脚一下 那个时候还没有手机 所以他没有照相机 于是一起去了超市 一进门,阿珍男人就往肉食部跑 被阿珍叫住 今天不买肉 因为今天是星期一 然后耐心地向男人解释道 星期一,蔬菜便宜 星期二,鸡蛋便宜 星期三,肉才便宜 因为星期四,超市休息 就这样,一个月过去了 阿珍男人开始有些习惯了 樱花路四号楼的生活 也开始自己一个人去附近走走了 那天还自主主张在马路上买了两片豆腐 完了,甚至还说了声阿里嘎多 那位卖豆腐的居然还听懂了 他后来十分自满地描述给了阿珍听 可阿珍觉得一个男人成天待在家里 也很难有出息 便试问着他要不要出去找点事情做 到哪里去找,我一句话也不会讲 阿珍的男人说着,又不由地委屈起来 本以为跟龙出来是享福的 住在这么个地方还不算 才来了不到一个月 就要逼着我去工作 他越说越放心 看看龙,一天到晚看着我,连个笑脸都没有 龙等我上班做沙漠啊,我上班就是卖笑呀 免费笑脸已经用完了,又看笑脸,拿钱来吧 阿珍本来是讲句赌气的话 想不到男人真的从包包里翻了一阵 掏出信封来 给龙,全给龙,现在可以笑了吧 阿珍打开信封一看,是一跌人民币 他鼓了鼓,总共大约有几千块钱吧 他哭笑起来 想一下龙,不要喊我啊 你笑得太难看了 阿珍的男人说 不要谢龙这点吓人的钞票 刚好购买这点吓人的酱 龙不要喊港啊 这是我这几年啊 除了给你记以外 天天吃泡饭省下来的呀 这样的对话几乎每天都有一点 准确的说 这几乎是夫妻谈话唯一的内容 眼看阿珍的男人就要去上日语学校了 阿珍想着男人很聪明 花个半年的时间 一定可以对付日常用语 到那时候再去找份工作也行 没办法 只好自己再辛苦一阵子 上午上学晚上工作 辛苦是没办法 但唯一下午可以休息 又要来陪这个男人 而回答和解决他一天的各种问题 比喻超市门口的雨伞 是不是没人要的 歌舞伎是不是就是妓女 最终上了我真的 还是找房子 阿珍原来想的是 花了自己三年的集训 把男人搞出来以后 就算是熬出头了 男人会很能干的 自己把房子找好 他跟着过去住就可以了 男人也会自己找一份好工作 他直接在家里料理料理 不需要天天出去卖笑了 有时他真的还笑不出来 其实男人在外面打天下 女人窝在家里 这本来是极其普通的事情 尤其是在日本 阿珍还没有想过 要像日本的所有的家庭主妇那样 把丈夫的钱包也管起来 但怎么也想不到 换了个环境 高大的男人 竟然变成了一个巨大的孩子 虽然一个月后 过马路不需要再牵手了 但找房子的事情 每天直直到发牢骚 一点也不知道自己去想想办法 但阿珍的男人 觉得无比的冤枉 因为他确实根据张商提供的情报 也去过两家不动场的房屋中介公司 但只要他一开口 人家就请他把门关上 是从外面把门关上 要是在上海 不知道是哪一位科学家做过实验 对新环境的适用能力 从生理的角度 女人比男人要强很多 如果真是那样 那也真的怪不了阿珍的男人了 那张商呢 他不是干得很好吗 阿珍对男人说 他懂日语啊 再说他长得那副猴样子 也算是个男人啊 阿珍的男人 正正有词的说 又为老婆居然把自己 同那个贼门熟眼 武大郎似的张商比 而大发起了一天来 亲爱的读者们 如果看到张商的那个样子 也许还真的会同情阿珍的男人 阿珍没办法 只好买了两本房屋租金的书 于是阿珍男人哪里也不去 成天抱着那两本书 画了好多圈圈 做了好多记号 有些还在平面图上 画了摆家具的摆设 比如床应该摆在这里 不要靠床太近 沙发把它清理 对面呢 当然应该摆一台 28寸的高清电视机 如果28寸太小 也可以考虑32寸的 但这一切都还没有 当然搬家以后 立刻会去买的 在男人的强迫之下 阿珍也给了两本 房屋租金书的公司 打过好几个电话 回答都是 有请到B公司来面谈 到了那些公司 了解到阿珍 是在斯拉库做妈妈 表面都很客气 但都说他们想要的那套房子 不是刚被人租掉 就是正在商堂中 于是又很殷勤的 向他们介绍了一些 价钱差不多的房子 等开车带他们去看的时候 结果都是些没人肯住的地方 就这样反复了几次 阿珍实在觉得很累 一下午忙下来 晚上男人可以睡觉 可阿珍还得上班陪校 终于 阿珍再次建议男人 还是先找个工作做做再说 我又不会说话 能做啥工作 男人问 弄晚上闲着也是闲着 要不求张三 介绍介绍 比如去他原来 打过工的餐馆 洗洗盘子 怎么的 阿珍这么建议到 弄干啥 摸了双手 这个他把双手高高举起 推拿按摩 阿拉在上海汤 也算是 我这个手 怎么可以去洗盘子 昆仑想的 阿珍的男人非常愤怒 在港了 阿拉闪害你 阿拉 长得高高大大 怎么可以去求张三 那种小别生 其实后来 他背着阿珍 还是求了张三介绍 去了那餐馆 试了一个晚上 才干了不到一个小时 老板就给了他 两个小时的工件 并告诉他 最近不算忙 我有张三的电话号码 有时会叫你的 当然 那家餐馆 再也没有忙过 于是 阿珍的一位客人 墨村 听说 阿珍在找房子 介绍了一位 做房地上的朋友给他 那位朋友 又向他们介绍了一座 很古老的墨字房子 月租只要六万日元 而且呢 不要投金 离金 只要保证人 和三个月的押金 那么优厚的条件 仅仅是因为 住在这房子里 有时难免会与些 老鼠了 蟑螂呢 吃的这些小动物 同贯共乐 阿珍看了个房子后 说了句 阿苦衣 就是 相望不大好看 就是外面不相好看 于是 那个房地产的朋友 告诉阿珍 讲了实话 日本干什么 都是 打百分 像你这样的条件 首先 你是外国人 外国人 在日本的简称中 外人 该经 这样就去掉 四十分 你的主人 就是你的男人 又没有收入 又去掉 四十分 保证人 是十五分 这么算来 你那份不安定的工作 只算是五分 就凭你那五分 谁肯做房子 给你住 要不是 墨村的脸面 我也不会找 这种麻烦 当阿珍的男人 大骂日本人 虚伪无情时 阿珍仔细算了算账 按照现在的状况 凭他一个月 二十多万日元的收入 拿出六万块 住房子 也应该不成问题 更何况 男人很快 就会有收入的 阿珍 左右再三求了 斯拉库的老板娘 做保证人 并同意 先从工资里 扣掉三个月的租金 也就是十八万日元 作为当保 才拿到了保证书 当然 阿珍的男人也答应 在还没有开 推了按摩诊所之前 先求赚上 再介绍点别的工作 反正是临时的 大丈夫能去与人生 阿珍的男人说 此外 还表示要进来 赶快学日语 好几次 阿珍的男人 在走道里 碰到隔壁的美国人乔治 都想冲他得意的 说几句 阿珍要搬家了 还幻想着 等临走的那一天 一定要在乔治 上厕所之前 再在那厕所里 留下一根 中日合资的 超级大黄瓜 如果他还伸展得出来的话 这时 学校已经开学 阿珍的男人 上午去上课 下午和阿珍 一起睡下午觉 晚上 阿珍去上班 男人就一个人 在小房间里 学日语 头一字 看到日语课本时 他还高兴了一番 这不和我们的中文 差不多吗 但越学 就越愁 恨起日本人 他娘的 学我们中文 也不学像一点 写些汉字都怪的 这还不够 还加上些什么 卡塔卡拉 西拉卡拉 时尔又想起 革命历史电影 小兵张嘎 于是马上几句 八个牙肉 来过过瘾 再过几天 就要搬家了 那天晚上 阿珍的男人 在小房间里 实在是显得无聊 因此逼着张商 带他去市中心 比较热闹的地方 看看 而张商那天 再次记哭说 肚子有点疼 阿珍的男人 也只好放弃 结果没想到 张商又接着了 朋友的电话 约好在市中心见面 便做了个顺水人情 就是这个顺水人情 这个要命的顺水人情 改变了阿珍 和他男人的命运 OK 那么今天讲到这里 下面我会讲讲 张商把阿珍的男人 带到了市中心 带到了花花绿绿的世界 而呢 这个阿珍的男人啊 自己呢 就闯进了一家黄店 闯了大货 OK 下面的故事 请听下回分解 谢谢大家 再见 拜拜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感谢观看